教室屋頂被狂風掀翻破碎屋瓦 滿地都是往上看一眼能看到藍天 風災後重回教室查看 立志中學學生超傻眼 地板積水課桌椅東倒西歪 手指一按課本盛水 外套拿起來還在滴水 放在教室裡的課用品全都濕搭搭 淋亂到像打完仗 從制高點往空中求場方向看 屋頂的浪板幾乎全被吹翻 屋頂浪板掀翻了以後 風灌進來 它就會進到部分的教室裡面 那我們在頂樓那邊 有三間教室受到影響 然後風雨就進去了 清查有三間教室 因為風災遭殃 120名學生受影響 等到上課日得換教室 來到復興國小 樹倒殘枝落葉 持續清理中 自主來幫忙選校打掃 是交通通行的影響是最大的 要多一點的人力 一起來幫忙比較好啦 家長帶著小朋友 自發信回到校園幫忙整理善後 學校旁民全路公車後車站拉封鎖線 還有樹倒擋住慢車道 民眾騎腳踏車停下來 把腳踏車搬過路樹才能繼續騎 風災過後清查大高雄地區 有200所校園受創 目前有200多所學校 有各式的災損 包括這個樹木的傾倒或者是窗戶破損 設備損壞等等 今天預計可以在復原50所學校 去率先搶通通學步道以及相關的操場 的教學設備 各校動員從校內掃到通學步道 學生的上學路通常是災後復原首要目標 三地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